欢迎收听由去月有声出品的有声书《武神主彩》 作者 按摩师 演播 麦小布 萧天逸 第1328集 云州主说的是那个灭了火火世家的陈地阁吗? 这个势力我也听说过呀 似乎和傲家的傲劣构建上了 那傲家当年没落了 从云州离开 看来还是不死心哪 这一次听说他不知道从哪里得到了某个宝藏 突破了半步天圣 竟然是杀了魂火世家的利落 看来是不甘心继续窝居在苍权城了 这陈地阁的阁主 据说是个年轻人 天赋不凡呢 难道也来参加这一次天宫做的考核了 这倒是得关注一下 是不是和吹得一样厉害 天行楼主啊 你的消息最多 那陈地阁和你万古楼也有关系 你说来听听啊 天行之人 目光一闪 心知之云洞光和诸多天圣看似无异 实际上是有意大胆 微微一笑道 诸位应该知晓 我万古楼只做生意 至于来历 那是从来不大听的 至于这陈地阁嘛 是与我万古楼做了一笔大生意 成为了我万古楼的贵宾 太多了 老夫也就不知晓了 不过 据老夫所知 这陈地阁阁阁主 并未参加天宫做的武者考核 而是报名了炼器师考核 啥 报名了炼器师考核 而且没报名武者考核 这小子这么自信啊 炼器师考核呢 难度极高啊 就算是一些老牌地品巅峰炼器师 也不敢说有把握能通过 这小子也敢报名 太狂了吧 没错没错 天宫做面对的是人魔战场 地剩的战场几乎就没什么用 因此天宫做未来培养的 都是天品炼器师 只有成为天品炼器师的希望 才有希望通过考核 这小子还是太年轻了 云梦泽舟子是我们云州顶级的天桥 同时也是一名地品的顶级炼器师 即便如此也都报名了武者考核 生怕炼器师考核落选 这小子哪来的自信 诸多强者议论纷纷 但是天行真人却是半句话都没说 只是面含微笑 十分地淡点 秦晨获得炼器师认证的过程 天行真人早就从若蕊的口中得知了 能让木骨天前辈都送给人情 天行真人对秦晨那是万分期待的 不过这种事情啊 他自然不会说出来 这只老狐狸 云州周主看天行真人什么话都不说 心中不由地冷笑一声 暗自恼怒 上面在议论 下方自然更是嘈杂 无数人议论纷纷 彼此猜测谁才是获得前十名的 真正加入天工作的武者部门 不过不管如何猜测 最多看好的还是云蒙泽 他本就是云州第一天交的名堂 再加上主场优势 声势最大 除此之外 丽丸学等人也受到了十分大的关注 前十的猜测中 无疑是云州 以及周边一些其他州最顶级势力中的天交 这自然也引来了一些人的不服气 哎 你们说这些人眼光未免也太狭隘了 难道除了顶级势力之外 就没别的天才了 州城之外 也会有许多强者 比如什么万丰城啊 木裸城啊 这些大城之中 难道没有盖世天交啊 哈哈哈哈 这引发了许多人的哄响 我说啊 你还真是天真哪 你知道州城是什么地方吗 会去一州之精彩 别的不说啊 就说天圣经的强者吧 除了州城 你还能在哪儿看着 同样是培养后人 你觉得天圣经会输给地圣经啊 就是就是 天工作的口衡 那标准几乎都是绝世地圣经年了 而那些城池的城主 往往也就是这级别吧 这还是无数岁月积累起来的呢 那他们培养的弟子又能有啥出息啊 不到差一个小经纪 都是铁鱼地一般 这州城家族拥有资源之多 超乎你的想象啊 天赋虽然重要 可是世上很多东西 可以提升体制战力的宝卧 哎呀 说来说去 我跟你说啊 还是背景最重要 嗯嗯嗯 众人都是颠倒 对此表示同意 天赋在一定程度上 可以弥补背景 但是问题是 有背景的人 同样还有天赋 这你怎么比啊 付出一万倍的努力都没用 人家就不努力了吗 在广场的一个角落 秦晨和傲清凌 还有秦婷婷站在那里 静等着考核的开始 神圣 那个就是立完雪 果然气势不凡 傲清凌和秦婷婷 看着立完雪 此女容貌绝美 气质超群 站在一群天骄之中 如同鹤立鸡群一般 陪在云梦泽的身边 如同明珠一般的耀眼 是吗 看起来也普通得很啊 秦晨扫了一眼 却是无比的担忆 秦晨他们关注到了对方 立完雪自然也在关注秦晨他们 看到三人 顿时露出了怒润 在云梦泽的耳边 低语了几句 云梦泽顿时转头看了 同时一群人迈步走了过来 这里的举动自然引起了其他人的注意 实在是云梦泽太耀眼了 如同一尊神奇一般 气势惊人 身边有着一圈圈的神光耀动 仿佛天神之子 你们就是陈地阁的人啊 由云州天桥冷亨 嘲讽地看着秦晨三人 他听到了支言片语 知道眼前这三人 就是灭掉了混火士家陈地阁 竟然还敢跑到云州 来参加天工作的考核 实在是嚣张得很 其他人也都面带嘲讽之色 他们这一群人 都是云州诸多势力的天桥 气势非凡 如同汪洋 席卷澎湃 镇压而来 都想看看秦晨他们出手 云梦泽也不出声 只是微笑地看着 看着秦晨的应对 哪来的狗 在这里乱飞 秦晨淡淡说的 一点都不给对方面 小贼 你说什么呢 以为灭掉了混火士家 就了不起啊你 敢得罪力挽雪姑娘 还跑来这里参加口河 我看你们陈地阁 就是想找死 还敢跑来这里 跪呀 一群世子对时叫嚣起来 勃然大怒 秦晨的态度 令他们全都震怒不已 靠啊 其他周围的武者 也都惊呆了 这陈地阁的家伙 也太嚣张了吧 知道自己在说什么吗 这可是云州的 一群世子恶霸呀 还有云州州子云梦泽在 就算是云州一些顶级势力 也不敢轻视 难道不是吗 秦晨倾笑 不以为意 这可是听工作的考核呀 这些家伙 难道还敢真动手不成啊 恐怕一动手 必然是个死 什么背景都不用管 秦晨还巴不得他们出手呢 你 一名世子杀气腾腾 怒气喷补 按耐不住就要出手 一旁 立完雪眉头一跳 如玉一般的手 攥紧着 期盼着这世子动手 可是那世子还没等动手呢 便被云梦泽抬手拦了下来 立完雪心中一沉 云梦泽眯着眼睛 看着秦晨 没开口 可是那股寒意 却让周围不少人心头发毛 感觉身上 爬满了毒蛇一般 云梦泽盯着秦晨 突然间 他确实笑了 顿时如暮春风 一切阴寒消散 众人仿佛是被暖日照着 不负之前的心寒 你就是陈帝阁的阁主秦晨呢 联合傲力乘处 击杀了魂火世家利罗老子的人 云梦泽轻笑的 面容和煦 好像是一个老友 我就是 秦晨十分平淡地说道 在下云梦泽 云州州子 阁下果然好定理 很久没有见到阁下这么有趣的人了 来 交个朋友 云梦泽伸出了手 微笑的 众人傻眼 什么情况这是 云州州子 云梦泽在和对方交朋友吗 立完雪 脸色仗红 心头愤怒 确实没开口 因为他知道 云梦泽 才是众人的核心 秦晨瞥了一眼云梦泽的手 淡淡地 抱歉 我不太习惯和普通人交朋友 我擦 众人都是狂云 普通人 我说 你瞪打眼睛好好看看啊 好不 这可是云州州子 你妈的普通人哪 你州子大人的身份 哪个势力不尊重啊 这小子也太狂了吧 云梦泽的目光一寒 心中也是怒不可 他眯着眼睛 那种阴寒的感觉又回来了 愣愣的 朋友 你不觉得 你有些太狂了吗 他从小接受的教育 就是收拢一切有用的事 因此 本来抱着一丝认识秦晨 将秦晨收编在麾下的打算 可没想到 秦晨如此的狂妄 根本不给他招揽的机会 心中自然恼怒 因此 他直接露出了凶下 哦 想动手吗 秦晨笑的 同境界一战 他还真不怕任何人 哪怕是外界把这云梦泽吹破天 云州第一天交 绝世地圣 甚至在绝世地圣境界能力敌半步天圣 但是在秦晨眼里 他就是个完备 想和他对话 换云梦泽的老子来还差不多 谁有空和你个小孩子来玩过家去 孟泽 这小子太狂了 不如叫周主大人和天公座的人说一声 取消他的考核资格 逐出去 丽丽丸雪 含生了 他很聪明 知道在这里不能动手 但是如果周主大人 能说动天公座的人 将秦晨三人逐出去 那就一切没问题了 云梦泽瞥了丽丸雪一眼 没开口 而后冷冷地看向了秦晨 冷笑道 你倒是真巧怀啊 这里可是天公座 无辙考核的现场 谁敢在这里放肆 不过 等考核结束了 我会向你挑战的 而若是你们没有能够参加厅工作的话 你们就死定了 秦晨摸了摸下了 笑道 我可没报名无辙考核 不过你要是想死 本少倒可以成全你一下 众人一漏 这小子竟然没有参加无辙考核 云梦泽笑了起来 那就更好了 看来今天你死定 我们走 他狠话撂下 转身就走 生怕自己忍不住会儿真的动手 太冲动 给自己招来大麻烦 那就不好了 通过天公座考核 那才是王道 等他通过了考核 成为天公座的一员 再加上云州州子的身份 教训一个外来的小子 谁敢劝阻 一群人气势汹汹而来 灰溜溜而去 周围的人 也知晓陈帝阁和魂火世家之间的恩怨 纷纷摇头 看着秦晨三人的目光 就像是看着几个死人 陈少 没事吗 奥清灵和秦婷婷 倒是有些紧张了 秦晨笑着看着两人 微笑道 嗨 能有什么事 只要是你们两个进入前十 给这云梦泽十个胆子 也不敢动你 奥清灵和秦婷婷一正 这 前十 两个人苦笑 他们的目标是闯入三层之后 成为实习屋者就满足了 想不到秦晨的目标竟然是前十 这怎么可能呢 须知 他们突破的速度太快了 一年前还都连地圣都不到 在他们传统观念中 云梦泽 丽丸雪 薛子峰 这些家伙都是云州最顶级的天教 他们是听着这些人的传说场大的 就算是站在了同一个舞台上 感觉还是见到传说中人物的那种感觉 这种自信 可不是随便鼓励两句就能拥有的 看到两个人的表情 秦晨倒也没说什么 只是轻叹一声 淡淡的 秦晨 云婷 你们可知 对一名舞者而言 最重要的是什么 两个人面色一红 这还是秦晨第一次 如此亲密地称呼他们 心脏不由地砰砰乱跳起来 天父 自缘 背景 两个人疑惑地回答道 不 都不是 秦晨摇头 目露轻盲 是自信 自信 对 就是自信 秦晨沉声闹 人心中的成见 就是一座大山 任你如何努力 都休想搬倒 可舞者所做的一切 就是要拟天 不认命 便是我们舞者的命 所以永远都不要觉得不可能 永远都要相信 我命由我不由天 是魔是仙 只有我们自己说了算 不认命 就是我们舞者的命 我命由我不由天 是魔是仙 只有我们自己说了算 傲清灵和秦婷婷你呢 秦晨的声音虽然不大 但是那种自信 霸气 悟空一切的气势 却是彻底地震撼住了他们 此刻的他们 终于明白过来 秦晨为什么这么强 为什么 他的身上始终有着不同于常人的气势 那就是自信 不认命的气质 就是计划 优优独播剧品